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中年好声音总决赛之后 我看了很多龙婷的YouTube影片 她唱歌的影片当然有看 但最多看的是她的访问 我喜欢带有全期色彩的女生 龙婷的确是近年一个全期 在旺角西洋赛街街头唱歌 短时间之内就走红 唱到央视,再唱到电视城 举办过四次个人演唱会 完成了很多人意上不到的事 对于龙婷的认识 只得以上那麽多 想看一些正统一点的 所以只集中看她的专访 由她亲口说的 其实TVB的星期日档案可以拍一集 不过很尴尬 到时又会被人说有私心、偏帮、捧她之类的事 说回西洋赛街行人专用区魅杀街的时候 飞天爷爷就知道有小龙女存在 因为有朋友的老公很喜欢听她唱歌 很多时吃完饭或假期都会去旺角听她唱歌 朋友都跟过她老公去听 她说唱得实在不错 很受欢迎,很多人看 这些是我对小龙女最早期的认识 直到中年好声音才知道她叫做龙婷 她的样子是生成什么样子的 龙婷来自辽宁、沈阳、童年时 坐在爸爸的单车后面唱着邓丽君的歌 那个年代内地的单车是世界知名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外国的纪录片 类似一点,即是细数世界二十大奇观之类的节目 以前内地单车代布的画面 是打入了十大 真是很厉害的 现在经济发达 单车也变成私家车 龙婷小时学跳舞 16岁时去了广东中山市实习 在公园听到广播 刚刚播出陈慧嫣的飘说 觉得很好听 从此迷上了陈慧嫣 又有听、又有听、又有听、又有唱 朋友提意之下,她毅然放弃跳舞 专注唱歌 就这样留在广东 2016年参加过第二季的《隐藏的歌手》 当时的嘉宾正是陈慧嫣 正是陈慧嫣分享了以上故事 龙婷以前的生活是玩和唱歌 很悠闲、没有压力 但同时觉得没有前途 想生活有些改变 她知道香港的生活 生活是一点都不简单 生活的花费各样东西都是贵的 当时爸爸给了他十万元 都是龙婷以前打工赚回来的 打算钱花完之后 玩完就回家了 来到香港之后 遇到因为唱罗文的歌 而出了名的旺角罗文 梁志源 梁志源知道她是教唱歌 听过她唱歌之后 深深被她的歌声吸引了 邀请她加入旺角街头表演 龙婷去旺角看看 只见街边 舞台也没有 只是地上有一张噴画 最初没有答应 挺好笑的 看到梁志源给她的卡片 龙婷觉得卡片好像偷回来 觉得不可靠 传因为另一位K姐给她信心 龙婷才答应加入 在2017年4月23日 第一次踏足旺角西洋菜街Busking 唱的第一首歌 就是Beyond的《喜欢你》 不过当时由于选歌上 未能符合现场观众的喜好 反应就一般 于是龙婷就听朋友的意见 学唱一些怀旧金曲 每次就学一些慢慢慢慢加上去 很快就得到回响 加上互联网流传 旺角小龙女 迅速在西洋菜街烘起来 最初龙婷的家人 不知道Busking 直至有一天 她妈妈帮她收拾袋 就发现 热点一个袋里 这么多20元 龙婷才告诉家人 去了Busking 大约唱了一个月左右 来了一场很戏气劇性的大雨 以为那天收入什么都没有 以为来听歌的人会走 谁知道 现场有百多人竟然没有走 有些是担着匀 有些是站起走行人路两边 龙婷也担着匀 去到观众面前唱歌 这一幕变成了她和歌迷的标志 亦令龍亭和旺角羅文越來越多人認識 由於梁志源有多年的街頭唱棋經驗 揭集了一批受歡迎的曲目 龍亭每次唱歌之前都會收到梁志源給他的歌單 由龍亭點選,再交給梁志源播放伴奏的音樂 飛天爺爺很喜歡龍亭這樣形容 他說,老哥,人是有情懷的 他們年輕時生活比較艱難 可能要打兩份工作 或者全家人一起努力為了一家屋 或者一個人努力了一輩子 就只是把子女供養到大學 自己甚麼都沒有 現在年紀大,家庭責任和重擔都放下了 可以想起自己年輕時喜歡的事 聽到這首歌,想起那個時候是怎樣的 那時候的女朋友是怎樣的 或者那時候的男朋友 說我們倆當時是多麼浪漫之類 所以聽舊歌的感覺是特別大的 梁志源說,大家都有感覺的時候 打上就自然會來的 街頭Busking,遇到各式各樣的人 龍亭說他沒有遇過太多打擾 因為有一群粉絲幫他維持秩序 遇上一些奇奇怪怪的 粉絲都幫他擋了,讓他安心唱歌 話雖如此,他都不是流的 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他在沙田做Busking YouTube直播時高達8千多人看 開場時,人群裡來了一個比較激動的大叔 不停地大叫康民署 龍亭說很快便出手 叫不要有意見 因為可以做Busking已經很開心 直接叫那位男士不要再吵了 大家都很和諧、很開心 不要在這裡搞事 不要因為一個人阻礙大家 說完之後,全場拍手 就化解了整件事 其實昨天的Busking 事前要向康民署申請 要抽籤 很不容易才能有場地演出 有人在搞事就太掃興了 龍亭剛剛來到香港發展 最初只是兼職的聲樂老師 2017年開始Busking 2018年Sakai 唯有自資購買器材 轉場去中環 最終收到投訴 不能唱 及後參加中央電視台的星光大盜 得到2019年度的總冠軍 可惜因為疫情 之後安排好的所有商演 甚麼都沒有了 唯有回家做直播繼續唱歌 直到看到TVB中年好聲音的廣告 再次燃起心裡的團火 決定報名了 很多人都好奇 龍亭做Busking 到底有多少收入呢 每次看見他唱歌的收入 打賞 真的收不停 打賞 不是全數歸他所有的 訪問中也說過 可以賺到一般打工仔的一個月人工 夠生活 夠交租 當日爸爸給他十萬元 很快就還給爸爸 音樂上他都希望有自己原唱的作品 可以有自己的標籤 他有自己的工作室 至今推出了22首原創作品 有CD 都有USB的專輯 雖然中年好聲音 未能打入三甲 只得到第四 但得到網絡投票 觀眾最愛好聲音的獎項 都是一個好開始 飛天爺爺最欣賞龍亭 其實是他的堅持 那種打不死路不轉人轉的態度 初節大家都有過 一場大雨 他其實是可以收回家 但大家都選擇留在這裏 觀眾最終得到想聽的歌聲 龍亭得到想要的掌聲 當然還有打賞 這樣飛天爺爺都想要的 喂喂喂喂 又說TVB 有沒有其他話要說的? 有! 來我另一個頻道 《視者讓的飛天爺爺》 連結就在今集節目結尾的畫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記得訂閱喔 Hello 我是飛天爺爺 一個寫小說寫專欄的作者 喜歡畫畫、聽歌、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高劇 極度需要存在感和今次的斜光軸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按這個鈴鐺 下一次更新的話就會通知你 最好幫我分享出去介紹給你的朋友 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